炫亚回应否认 曾孝元暴力同学 近日有网友发贴称 曾被炫亚孝元暴力 至今还记得在小学50级 近点时被炫亚打的耳光 还公开了炫亚小学毕业照 刚刚炫亚发文回应 我想说的是 我没打过耳光 也没有打过任何人 我希望写那篇文章的人 内心充满幸福的事变多 网友表示 没有证据只提一张嘴 就能说人家孝元暴力吗 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拿出证据再说话 也有网友表示 肯定打过耳光 一个耳光能有什么证据 真心要领劲 对此你是坐着看呢 还是躺着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 组优独播剧场上 员下的第一您留意